所以我们 做义工 要把做义工的这套办法 系统的 交给大家 让大家呀 系统的来培训 那么我们现在呢 根据我们前期的 种种实践 根据我们这五年的发展 我们呀 总结出来 做义工的 五项基本原则 这是总结以前的经验 教训 结合佛法的指导思想 结合我们地藏期的发展 结合我们现实 社会中央 现代化发展 这个社会里边 这些 大家的基本 实践 基本的知识 基本的这些 社会模型 我们总结出来的 这么五项基本原则 我想我们一起来 学习 学习 我们首先呀 要明白 我们学佛 是为了成佛的 那么现在社会呢 我们选择是 尽头发文 我们最终是要 往生希望极乐世界的 大家要明白 这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无论我们做功课 无论我们学习 无论啊 我们行善实践 做义工 或者工作 在家庭里边生活等等 我们统统要明白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解脱而服务的 所以这个目标 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清楚 那么我们要知道 我们本性 是佛性 我们学佛呀 要慢慢修行 回归本性 回归本性 成佛的 要明白 这个道理 那么回归本性 就是具足本性啊 它的真空 具备本性 它的分本能力 就往这方面走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通过 学习佛法的基础 重视佛法的基础 修行 从我们自身啊 最基础能力 修起 拥有我们地藏 吸力不去的方法 坚持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呀 慢慢让我们 往回归本性 这个方向去走 走 那么基本的过程呢 就是修行 戒定会的过程 就是 诸恶莫 诸恶 众善 奉行 自尽其义 的过程 我们只要这样 一直走下去 将来呀 临终前 我们 能够 预知实至 懂得念佛 我们呀 就可以往生 希望极乐世界 就可以修行 成就 成功 这是 本性 具足的 真空 这一方面的 作用 那么在修行 过程中间呢 我们呀 不仅要做 功课 学习 还要行善 实践 因为呀 我们行善 实践 就像我们 现在 学生啊 主要是学习 但是也要做一些 社会实践 把学的 修的东西呢 要和现实 具体 结合 这样才能知道 我们学的 对不对 修的 对不对 有没有用 用在什么地方 所以呢 在前期 我们建议大家呀 以功课 学习为主 行善呢 要量力而为 从日行一善 开始 因为最初呀 我们行善实践 一方面呢 是 练习 佛法的用力 同时呢 要积累 善根福德 因缘呀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即使不学佛 没有善根福德 因缘 我们在世间上 生活工作呀 都很困难 为了我们在世间的 世间的生存 我们也得行善 也得有福报啊 才能生活好 工作好 所以行善 在初期呢 也是必须的 也是必须的 那么随着我们呀 不断的修行进步 慢慢的我们修行达到一个高度 学习 融会贯通了很多佛一致了 就像学生毕业了 就应该到社会上做事一样 我们就必须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那么这进入一个高级的行善阶段 那么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慢慢的从前期为自己考虑多 逐渐转变 为别人考虑多 甚至呢 主要的 我们是为别人考虑 为别人服务了 这就是啊 圆满我们自身 圆满菩提 最终成就呀 必须的阶段 不能够为众生服务 我们呀 就是自私自利 我们成就呀 也是有限的 就像观 这个观景里边说的 我们 聚主五界是善了 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我们 只能够达到呀 中平往生 如果能够发菩提心 进一步的呢 为众生服务 再加上我们念佛 功课学习实践 结合 我们就可以达到 上平往生 另外呀 我们 同学们 要知道 我们 做功课 学习 做到一定程度 如果我们 不到社会上 实践 我们这个功课 和学习啊 慢慢啊 我们就会糊涂 啊 有可能做不下去 因为我们 做了半天 为什么做 为什么修 你必须啊 在实践中 去找到答案 啊 这样才能进一步的 促进我们的 修 学 啊 做 一起 圆满的啊 提升下去 才能给自己 极大的信心 极大的啊 这种 进步 啊 极大的感悟 能够让我们呀 不断的 修下去 走到呀 更高 走到更远 那么行善 就属于我们本性呀 啊 妙有的这方面 啊 那么我们本性 是具足万德万能的 啊 世间一切都是我们的 本性变现出来的 啊 但是我们现在呢 被 文明执着呀 只能用用一点点 慢慢的通过修行 逐渐的把我们的 本性回归 把我们本性啊 啊 里边的功能 圆满的啊 表现出来 用用出来 啊 就达到一个妙有的阶段 啊 这个妙有呢 就是 用用佛法 啊 用用到我们 时间里边去 用用到我们呀 在道场 在家庭 在工作 在我们呀 的一切 啊 这个是必须的 啊 不把我们本性 真空和妙有 这两个方面 两个阶段 都真正去修正到 实践到 用好 我们呀 就不能够圆满菩提 就不能够啊 啊 使自己的修行 平衡的啊 走下去 很可能会偏颇 啊 这是佛呀 教会我们的 这一条呢 同样 也是我们 给我们的义工 定下的第一原则 啊 解脱原则 里面包含的 这两个内容 那么这个原则 就教给我们呀 啊 要善用我们的能力 和智慧做事 由智慧的进攻 进行一共实践 啊 同时啊 我们坚持 这一个原则 我们就要坚持啊 功课 坚持学习 坚持行善实践 这三个方面呢 啊 要 永远的 持续的 进行下去 啊 不能够把这三个方面 割裂了 啊 一直到往生 希望极了世界 那么第二个原则呢 啊 就是平衡原则 所以这个平衡啊 实质呢 很重要 啊 代表了修行的长期性 稳定性 修行的啊 啊 把各方面的状况 我们都要啊 稳定下来 照顾到 啊 不能偏颇 啊 执着某一项 执着某一项 就是探中吃 啊 达达平衡 每一项 我们都能够啊 轻轻松松的 啊 摆好位置 啊 坚持修行 啊 坚持把工作 生活做好 这本身啊 就是用佛法指导 就是解脱 走向解脱 啊 越执着 就越不是佛法 啊 就是啊 我们自己 贪真吃的力量 在起作用 啊 修行啊 往往就会走偏颇 不得力 甚至呢 心生烦恼 啊 不能做这方面的事情 啊 所以这个平衡呀 有好几种 啊 好几层内容 啊 一个呢 功课要平衡 啊 我们呀 要兼顾各个层次 各个修行状态的同修 该算速度呢 要恰当安排 啊 兼顾速度慢的同修 诵经啊 的时间 啊 作息时间等等 都要兼顾平衡 啊 尽可能多样化的操作 啊 是这样 这个平衡原则 这第二层呢 就是还要照顾我们日常的功课呀 学习实践 要合理平衡啊 不要偏于哪一端啊 偏颇了会出乱听 啊 实践少 修行可能就进行不下去 学习好 少 修行就不得力 容易走偏啊 不懂理 功课少 那么实践啊 之后没能力 没智慧 啊 所以都要平衡兼顾 啊 第三层啊 这个平衡原则呢 对于我们家庭也是这样 啊 把家庭的生活 工作 修行 都要平衡好 啊 你每一端 没平衡好 就会出问题 啊 啊 即使你不把家庭处理好 你天天修行 那你也得出事 家里不安宁 那你修行呀 你也修不好 藏不了 啊 心里边 也是 不安 还有一层呢 这个平衡原理啊 用好了 啊 啊 时时刻刻 我们都是把修行 啊 生活也是修行 工作也是修行 他呀 慢慢慢慢啊 我们把修行生活就融入一体了 啊 他不是两张皮 各式各的 慢慢慢慢的啊 啊 变成一个了 很会用 啊 工作时候 我们把佛理用进去 啊 空间时间赶快念佛 啊 一个工作 我们赶快做好 啊 把所有事都处理的妥当 紧紧有条 这样呀 你这一辈子呀 你就会 把修行 什么工作都能够明理 处理妥当 能够一辈子 稳定的修行下去 那你最后哪能不修成呢 哪能不解脱呢 啊 关键就怕我们平时呀 老是晃悠 处理不妥当 啊 不会用 不会这个平衡原则 那我们就 自己就动荡办了 所以希望大家这几天 理解这个平衡原则 用这个平衡原则 啊 大家商讨 把这个平衡原则 处理妥当 啊 平衡原则呀 无处不在 第三个原则呢 就叫协商原则 啊 做事情要集体 平等 商讨 啊 我们知道呀 佛说了 人人平等 啊 人人都有佛性 所以呢 人人平等 啊 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在佛法面前 没有高地规矩 啊 所有的义工 都平衡 啊 平等 啊 所有人都平等 所以我们在做义工的过程中间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平等协商 解体商讨这个原则用好啊 这个原则不要看很简单 啊 这个是我们现代化的要求 啊 是决定着我们到场是否能够稳定发展 啊 是否能够兴旺发达 能够影响到社会的种种方面 非常关键的一条 啊 关键一条 那么这个啊 集体 平等 协商呢 啊 那么就是根据我们到场的情况 大家把到场情况都摆一摆 说清楚 然后呢 啊 一起讨论 分工 分组 啊 制定了啊 具体的流程 规定 规范来做事 一起来说 来定 啊 那么进行中间如果遇到新问题了 出现新情况 到场所有的义工 无论短期长期 大家都应该在形成集体 都融会在一起 一起商量 一起提问题 一起解决 啊 形成新办法 啊 集体商量呀 说实在话 啊 平等协商 就 其实就是一种修行的方式 转型的方式 啊 因为我们每个人现在都有 我见 我执 啊 都有偏颇 只有集体商量的中间 啊 虚心的 耐心的 啊 接受别人的意见 学会倾听别人的不同 我们才能够呀 找到自己的不足 客户我们自己的 啊 这些呀 偏颇 啊 打掉我们自己这些呀 啊 供跟我们 以自以为是 慢慢让我们学会 融化在集体里边 慢慢的学会 让我们和大家一起协商 啊 学会接受别人的啊 不同 不同 看法 要把别人 作为我们一面镜子 造出我们的不足来 啊 所以集体协商 既是我们到场呀 啊 这个管理模式 行为模式 同样 它也是一种修行模式呀 啊 它同样符合佛法 能够把佛法 通过协商原则 啊 表现出来 那么第四个原则呀 就是发心的原则 啊 这也是我们 义工事件器里边 最最核心的原则 啊 这个发心呢 是佛法里边 最重要的一块 啊 那么 这个阶段 我们一定要知道 要发心 啊 要发心 啊 做任何事情 功课 进一步的落到心理上 学习 进一步的联系到自己 自心里边去 啊 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每件事 我们要改 直接啊 跟你的心联系 啊 功课 跟心联系 我们 学习 每一个 小学习环节 每一个 每一点的学习 每一个理论学习 都跟你的心联系 我们实践呀 发心呀 啊 做任何事情 为别人服务 都要把 功课 学习到的这些 佛理 境界 啊 通过这些具体的事 反馈到 我们的心 跟我们的心 联系 啊 实时 不离心 事事不离心 处处不离心 这样呀 我们时刻都能保持发心 让这个心 永远呀 是新的 透明的 清楚的 啊 是放光明的 这样我们呀 就直直的呀 就走在一条 回过路 走在一条呀 解脱的路 你就不会走偏 你就不会啊 学偏 也不会呀 做偏 这个是我们在做义工期间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发心这个阶段 就确保了 我们前面呀 解脱原则 平衡原则 协商原则 把这些都落实下来了 都落实到这个发心的环节里边去 你只有发心 你这些东西啊 才能 这前面三个原则 才能处理好 学好 用好 如果我们不是发心 那前面这个三个原则 说是这样话 你搞不懂 用不好 会偏颇的 会偏颇的 所以呢 我们在义工事件期呢 就建议大家要专门组建一个造神组 像于静于工 于造神祭 那里边的造神一样 学习啊 于静于造神祭 这本这个故事 我们就知道 当那位造神出来了 给于静于指出来 过去那些 扶皮了草 扶炎了事 自以为行善 自以为学佛 其实呢 内在都是贪嗔痴 毛病习气的 这种现状的时候 告诉他 这毫无意义的情况的时候 于静于工呀 就明白了 用错地了 修行没搞明的呀 从此以后 他懂了 做任何事情呢 都用心 都归到心上去 做啥事 都踏踏实实 老老实实 不搞那些 偷奸取巧 不搞扶皮疗草 不搞那些 无意义的事情 什么都落到实处 落到心里 只要落到心里 怎么事儿 我们能有大小 不见得做得多伟大 多少 多宏伟 就是从我们现在 力所能及的做起 点点滴滴 落到实处 回到心上 这样呀 你直接就在心里上修行 直接就在做回归本性的工作 这样修行呀 效果太大 效果太明显了 六级就起传 所以欲经义工呢 三年改命 我们呀 如果我们每个义工都像照神一样 首先 关注自己 然后呢 默默关注大家 关注这个环境 看看哪些方面呀 我们没有回到本心 那么呢 我们就要动脑筋了 做再生这个环节 我们不是说发现问题啊 直接就上去批评人家 批评人家 不能做这事儿 做这事儿 把人家吓跑了 要是默默关注 关注 关注呢 等着 如果发现问题 我们呢 要大家 通过这个事例 要想出办法 形成一些模式 凝结成一种技巧 让大家共同的来分享 共同的来改掉这个问题 然后呢 最后指向我们的本心 或者呢 在大家呀 自愿的情况下 愿意让我们来提一件 我们再 诚恳的呀 提一提 建议建议 当然最好是能够凝结成 一些呀 模型 通过团队 合作游戏呀 我们学习点什么呀 或者一些 好的模式呀 总结出来 这是最好不过的 最好不过的 或者呢 我们需要之后 点一点 也很好 但是呢 一定要明白 我们呀 造神主 应该呀 像造神学习 像雷锋学习 像了凡四讯里边的云古禅师学习 要热情的 毫无保留的 真正为大家服务的 这么一种心情 心情 心态 形成一个小组 一起来研究 分析 真正让大家呢 受益 而不是呀 最后 人家不满意 痛苦 好像给人家压力了 就不好了 这是第四条原则 那第五条原则呢 就叫处处实践原则 如果学佛了 就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 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世界观 人生观 改变了以后 我们呀 要会用 无论生活 学习 实践 家庭 工作 一切方面 我们会用 要执行合一 要文会贯通 前期 我们建议大家呀 好好的做功课 好好学习 把基础打牢 身心改变 同时呢 从小事做起 一点一点去世界 从日行上开始 一开始啊 我们容许大家犯错 容许大家在道场里边 有各种不足 这是同 容许的 因为我们本就是因为啊 我们是不懂 不会做 我们才到场实践 学习的 容许 那么慢慢的总结经验 教训 慢慢的实践中 提高自己 在做事中间 学会用心 学会把佛法呀 通过这个事 改变我们自己原来的观点 观念 啊 变成啊 正确的做法 正确的发心 啊 慢慢从自私自利 转变为 多为大家考虑 着想 啊 服务 啊 那么在道场 我们这样实践 在家里 怎么实践 啊 在工作单位 怎么实践 在社会上 怎么实践 慢慢的 这样会用了 我们呀 把佛法就用活了 啊 到哪儿 我们都是佛法的核心理论 不变 但是做事呢 就可以灵活多样 多变了 啊 表现出来呢 啊 和活跃 和活博 啊 方方面面呢 都充满了佛的智慧 这样呢 啊 你用佛了 很快乐 啊 事情解决起来呢 很圆满 啊 慢慢让自己把智慧 定理 戒律 这些东西啊 都居足 用活 啊 就好办了 啊 我们再去做事 我们就不仅仅啊 就事论事了 啊 时时刻刻 都是佛法在起作用 佛法在指导我们 啊 慢慢呀 把社会的种种形态问题 通过我们的审视 观察 啊 分析判断 形成新的这种做法 改变现实生活中间那些啊 啊 不良的 有害的部分 啊 把这些 啊 各种生活模型 建立成 符合佛法的新型的生活状态 这样呀 啊 我们生活都会愉快 生 工作 啊 家庭等等 一切都会顺畅 啊 我们在修行过程中间 把佛法的理论指导 用活了 用好了 啊 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啊 佛法是佛 作为一个抉择 证悟了宇宙 这么以后给我们指出来的一条正确的路 唯有依照佛的教诲去做 我们才能够呀 啊 不多恶道 没有灾难 啊 才能够行 做善事 最终走向解脱 啊 这是唯一的一条正确的道路 啊 所以第五条原则呀 就是处处实践原则 这个处处实践原则呢 啊 就告诉大家 我们把这五个原则学会了 明白了 把这五个原则记在心里边了 这个呢 以后呀 这一辈子 这五个原则 我们如果在实践中间就不变了 啊 无论在道场 家庭 哪里都是这五个原则都不变 学习义功实践五步法 我们知道 菩萨呀 啊 佛菩萨呀 当他们弘法的时候 他们呢 有自己的一套运作原理 啊 我们看 地藏菩萨 在度众生的时候 啊 一定呀 要先观察 六道众生 根据众生的状况 根据机缘 啊 来去啊 分身无数 度化众生 那么在 菩萨习愿品里边呢 菩萨菩萨呀 同样如此 啊 也是 观啊 用 观察众生 啊 观察 十方 无量众生 啊 然后呢 用自己的 普贤 行愿力 来普遍的呀 根据众生的情况 根据众生的需要呢 啊 来 进行度化 啊 这才有后面的呀 十大愿望 那么 佛菩萨呀 啊 度化众生 这个过程呢 就是 首先啊 观察众生 观察世界 观察呀 众生 根器 众生 得度 机缘 观察众生呢 需要什么 和谁有缘 首先呀 要观察这些 观察环境 观察世界 观察呀 啊 啊 种种的方法 啊 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就 观察自己 啊 观测自己 自己 我们有什么能力 我们呀 应该 具备了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 做什么 这是第二步 要观察的 啊 比如说呀 地藏菩萨呢 啊 他主要是观察呀 定义众生 啊 三恶道众生 尤其啊 关注这些啊 这些方面的众生 因为他的愿力 就是要度化 啊 这里面的众生 啊 地藏菩萨 有 解决地狱众生的能力 所以呢 啊 他观察这些众生以后 再观察自己 啊 普贤菩萨呢 啊 他是观察呀 啊 十分十几 一切众生 然后呢 根据自己的愿力 根据自己的能力 然后呢 啊 再看看自己 有什么能力 和谁有缘 啊 用什么方法 再去度手 啊 度众生呀 啊 我们自己 不仅仅 是口头上 说说而已 啊 我们呢 必须有福德 啊 众生困扰了 啊 我们自己也是裙光弹 啊 我们还说度众生 啊 这是 空口 说白话 毫无意义 啊 啊 我们自己啊 啊 我们自己啊 我们自己呢 还得有智慧 啊 同样呢 我们有大量神力 啊 我们自己 还有啊 无数的善缘 啊 和我们 一起 来度化众生 啊 等等 我们自己啊 得有 什么 啊 要关照 同样 啊 我们看 阿弥陀佛 啊 阿弥陀佛呢 关照世界一切 众生的痛苦 他呢 不着急 先度众生 而是呀 把西方极乐世界 设计好 啊 修正好 建立起来 啊 自己 具备了呀 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平台了 啊 自己有把握 具足 度众生的能力了 啊 非常的方便了 然后呢 才接引众生 啊 都到西方极乐世界 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优美的环境里边 在这个净土里边 一起啊 啊 修行 安宁的修行 啊 很容易的成功 啊 所以呢 我们呢 第二步 要关照自己 啊 佛菩萨呀 同样如此 同样如此 嗯 那么 这些具备了 啊 第三步呢 就叫做建立信任了 我们要知道啊 啊 佛呀 在华言经里边 告诉我们 信为 道源 功德母 如果不信 佛菩萨 无法度人 啊 如果不信 西方极乐世界呢 啊 是没有办法呀 把这个人弄去的 啊 如果不信 地藏菩萨 啊 也无可奈何 啊 所以呢 要建立信任 建立信任是不容易的 啊 我们 同学们经常啊 啊 有这个感受 我们学佛了 啊 打气了 感觉呢 佛法真好 啊 我们 从原来啊 疑惑 啊 迷茫 通过打气呢 了解了 佛的道理 自己呢 通过修行呀 感受到佛法的好处了 真的幸福了 回去呢 然后我们就想让家人 让父母也幸福 啊 也想让他们吃素 结果呢 啊 让人家呀 骂了一顿 所以说呀 建立信任 是很难的 不容易的 佛度众生呀 啊 可以说 在行菩萨道 在成佛的三大阿圣 期间里边呢 啊 做无量的善事 帮助无量的众生 一方面呢 积累 善根福德 因缘 啊 将来慢慢 圆成佛道 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件事情呢 就是建立善缘 啊 只有过去 我们帮助过 无实众生 啊 建立了善缘 人家呢 发自内心的啊 相信我们 感谢我们 将来呢 啊 你拿佛法 再去影响他的臭 再给他呀 啊 一个出世间 这个根本的 帮助大法的臭 人家呢 才能接受 如果我们过去 没有 交往的过程 啊 现在 即使我们掌握了真理 想向人家 说明白 啊 说佛法 恐怕呢 人家是没有回应的 啊 没有回应 所以说 第一步 观察众生 啊 这里边呀 可不仅仅 就是现在 我们啊 就跟人家说佛法呀 而是 根据众生的需要 啊 力所能及的 做一些帮助的事 从最初呢 说实在话 仅仅是结一个 善悦而已呀 啊 将来 众生成熟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呀 把佛法 告诉人家 啊 引导人家 真正的呢 啊 脱离苦海 同样 啊 为什么要观察自己呢 我们如果啊 不能够啊 明白自己的能力 不能够明白自己的状态 啊 默默然的就去帮助人家去了 就像一匹 野马 啊 根本就不观察人家需要什么 或者呢 自以为 明白人家需要什么了 啊 这匹野马呢 啊 一头就冲进了瓷器店 啊 把架子上摆的瓷器呢 用头冲倒了 用皮子 踢碎了 啊 把人家瓷器 瓷器店里面的瓷器呢 用我们这些折腾 全部打碎 你想想 我们这么做 能够帮助人家吗 能够建立信任吗 啊 恐怕不仅不能够帮助 反回头呢 啊 让人家啊 一顿大棒 把你打出去 啊 建立信任是不容易的 啊 我们 佛菩萨呀 啊 有智慧了 能够 真正的呀 观察众生的需要 观察众生的状态 啊 根据众生的需要 力所能及的做一些帮助 既不能过 又不能不急 要恰好 啊 恰到好处 这个呀 就不容易了 啊 但是呢 佛菩萨可以做到 为什么呢 因为佛菩萨呀 自己累积修正 具足了能力 啊 具足了呀 具足了方法 具足了大文神力 具足了福德 所以呢 佛菩萨可以做到 啊 慢慢的 从最初的一扇 当作重生 逐渐引导 啊 最后呢 请佛助使 长转法轮 啊 这就是菩萨呀 做的事情 使普贤菩萨为代表的 菩萨道 所有的菩萨 都是这么做的 啊 首先要建立信任 没有信任 啊 一定要建立信任 啊 信任的前提呢 一个是 观察 重生 一个是呢 观照 自我 啊 然后 建立信任 啊 建立了信任以后 相对来说 就好吧了 啊 到第四步呢 啊 就是价值 同意了 我们学佛的人 修行的人 啊 他的价值 统一在哪里呢 统一在佛法 啊 世间啊 有种种的价值 啊 比如说 我们做生意 几个人合伙投资 投资于某种行业 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认为 价值统一 但是 一旦生意好了 利益不均衡了 很可能呢 这个价值又不同意了 啊 就开始啊 没有意见 啊 又开始 分家 世间的这种价值统一 啊 我们也不学它 毫无意义 啊 我们学的什么呢 学佛法 啊 因为佛 是纠着 啊 佛呀 对宇宙的真理 掌握了 佛呢 来 把佛法 啊 宇宙真理都通通的告诉我们 啊 让我们干什么呢 让我们呀 学习佛法 最后解脱 成就佛道 这个啊 是佛的价值 我们学佛人 同样啊 要明白这个道理 以佛的价值 为文艺价值 啊 我们学佛呀 同样啊 就是 依旧奉行 听佛的 按佛 给我们指出的道路 给我们指出的原则 啊 给我们制定的戒律 照这个去做 照这个去修 那么呢 就和呀 佛一致 啊 价值统一 那么我们 就可以称为 学佛人 修大人 如果说 我们表面是学佛 实际上 我们内里啊 自己还有一套 关键时刻呢 听自己的了 不听佛的 啊 这个啊 不能叫做 价值统一 啊 我们学佛是学不成功的 啊 这个呢 在余晋义功 与造神记 那里边呀 啊 造神就我们说明白了 像 余晋义功 刚开始学佛 啊 那就是什么呢 假学呀 叫伪善 不仅不能够得到好处 还要周知或端 要学佛呀 要真学 要在心地上学 心地上转 啊 如果说 我们一边学佛 我们呢 心里边还矛盾 还冲突 还搞人我是非 这哪里能够叫做 价值统一 啊 不是 那样的学呀 学不成功的 价值统一以后 啊 就好办了 啊 那么我们就进入第五个阶段 突破现状 我们每个人呀 因为无名 因为执着 造作种种业力 所以呢 我们呀 每个人呀 被分割 啊 被业力牵引 我们的身心呢 产生了无量的呀 啊 障碍 那么我们和佛的价值统一了 那么 晚回修 要回到本源 本心 要成佛 那么呢 我们呀 就要把 在成佛路上 我们自己过去造作的 种种的障碍 一层一层的 壁垒 一一道一道的打破 啊 一层一层的突破 最终呢 我们回归本源 成就佛道啊 啊 我们修行呀 就是做这个事 啊 过去祖师做过 修行无非 就是去瞻解腹而已啊 啊 但是 我们要知道 突破现状 不容易 我们往往 生存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边 我们自己身心的这个世界里边啊 啊 一层一层的突破 一步一步的回归 那实在是太难 啊 可能我们刚开始学佛 有热情 有动力 啊 我们勇猛直前 很快就打破了几层地雷了 但是呢 往往达到一定的境界 身心世界得到一定的扩展 我们就得少为主了 我们就得少为主了 以为呢 差不多了 以为我们学佛了 就是这个样子了 往往踏步不前 啊 啊 往往停留在啊 啊 一定的境界上不去了 啊 是这样啊 很容易啊 啊 那么突破 现状 在菩萨那里是什么呢 叫做破一封无名 正一封法身啊 做这个事儿 难 啊 非常地难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叫无名呢 因为无名啊 就是黑暗 就是我们看不见 我们不了解 我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呢 实际是无名的状态 我们以为自己 啊 光明了 于是 我们呢 走不动了 可以说我们修行呀 啊 在成佛之前 那必须永远突破线索呀 啊 不失正取 不想突破 我们呢 我们呢 啊 原地踏步 弄不好啊 不停了就在堕落呀 过去主师说过啊 啊 白尺 白尺干头 从前步 十方世界 现精神啊 啊 我们自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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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少得足 啊 认为差不多了 那是大错 我特错呀 永远啊 永远啊 要修下去 永远要坚静 永远不停歇的呀 啊 修行下去 啊 学习下去 啊 永远要实践下去 一直呢 到成佛 啊 这个啊 我们才能够踏实 啊 才能够 不堕落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这一公实践五部法 啊 最终若是在突破现状呢 因为啊 我们大家要知道 啊 一旦我们突破了 很有可能 我们停留在某个程度 我们又呆滞了 不能前进 啊 那么怎么办呢 啊 我们啊 继续使用 我们这个一公实践五部法 继续观察众生 继续观察自己 啊 观察众生呢 众生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呀 从别人那里啊 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 看到我们自己的落后 我们才能够呀 啊 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 啊 不断的关照自我啊 看看我们自己啊 是不是还有念头在祈福 是不是还有啊 啊 翻戒的啊 啊 这个行为 意念 其中 不断的啊 啊 要通过这些 观照 啊 进一步的发现了我们的问题 啊 再进一步的呢 建立信任 再进一步的呢 统一价值 然后啊 啊 我们就再进一步的突破自我呀 啊 突破现状呀 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一公实践五部法呀 啊 它是会循环的 使用 生生不息 不断的拥有 一定要 把这个五部法 作为我们修行 啊 作为我们啊 啊 学习 作为我们啊 行善实践 一个工具使用 啊 不要是在道场 用完了 随便一扔 回去不用了 啊 那是大错特错了 啊 我们无论在将来 自己修行中间 时刻要用 无论在 在道场做义工 啊 时刻要用 无论在家庭 啊 在工作 在社会 种种的场合 我们呀 都要用 习惯于 这么思考 习惯于 用这个方 这个步骤 啊 这个工具 来解决呀 啊 我们遇到的一切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呀 可以说 就学到了 菩萨的 啊 运用的规律 菩萨呀 啊 弘法 渡身 啊 他们的这些 绝招 慢慢的呢 我们就走上了 菩萨道了 啊 可你说呀 啊 我们 一根实践 无不法 就是我们 啊 模仿 学习 菩萨 行 菩萨道 啊 他的这个过程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学啊 啊 不要像那匹爷爷嘛 莽撞的闯入 瓷器店 啊 把一屋子的瓷器 全部都给人家打碎 啊 要用这五步法 细致的观察 啊 细致的观照 啊 慢慢的呢 学会 用用 逐渐的呀 啊 我们就可以把佛法 把我们 学到了世间的很多方法道理 都融会 关通 用佛法 这个理念 啊 用我们 上一次学习的 我们义工实践 五原则 为核心 直到我们呀 用用这五步法 一点一点的呀 啊 就可以 处理问题 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呀 有无数的 事情要做 啊 无数的事情啊 要解决 啊 我们呢 就用这 五原则 和五步法 指导我们同学们 可以啊 啊 圆满的 尽善尽美的 去实践 啊 一个一个问题的处理 那么我们长期的 这样 做下去 啊 就可以掌握 实践的规律 实践的原则 啊 掌握 实践的这些 道理 啊 慢慢啊 啊 把我们 遇到的一切问题 都可以用佛法 全部的圆满的解决 过去啊 啊 中国的中医呢 啊 把我们 武藏啊 心肝脾肺肾 比喻为 内部型 啊 它是起生发 作用的 吸收消化 维持机体的作用 把四肢 以及头 比喻为 外部型 啊 这个外部型 干什么呢 就是操作 啊 操作 灵活 用 把这内部型 和外部型 结合起来呢 就称为啊 我们这个躯干 啊 我们人呀 正是因为有心肝脾肺肾 啊 有 四肢的头 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机体 我们才能够呀 啊 去生活 生存 去做种种的事情 把我们呀 啊 人 这种啊 具备灵性 啊 这种动物 所有能做的事情啊 圆满的做出来 发挥出来 啊 我们地藏七呢 啊 在经历了五年的 摸索 啊 实践 那么 现在呀 啊 我们把一光实践 啊 的功率 形成了 摸索出来了 啊 我们呢 把一光实践 原则 就好像 啊 我们 内无形呀 啊 消化 吸收 运作 啊 我们呀 这个一光实践的 内在的动力 内在的机力 啊 内在的规律 我们一光实践的五步法 就好像我们外无形 啊 四肢以及头 可以灵活的运用佛法 解决问题 啊 可以说呀 啊 就像我们 啊 五照和 啊 四肢头颅 形成的 躯体一样 我们现在呢 啊 一光实践的 五原则和五步法 也给我们形成了 我们 佛法实践的躯体 啊 形成我们完善的 啊 强壮的 实践的啊 这个 主干 我们就可以啊 今后 长远的 用佛法 啊 实践于社会 生活 种种方面 慢慢的呀 长期的用 用 长期的实践 我们呢 完全 可以像福 菩萨一样 啊 长远的行菩萨道 啊 普遍的 结和众生 结善缘 普度众生 弘扬佛法 使自己不断的进步 使自己呢 最终呀 原成福道 没有这个 一观实践的 躯体 啊 没有这个 机体 没有这个 机制 我们呢 啊 佛法 它仅只是 概念 佛法呀 啊 仅仅呢 是想象 不能够 用出来 啊 所以我们 现在呢 把 佛法 用的 机体 形成了 今后啊 啊 我们 可以非常 方便的 用这套 模式 用这套 机理 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 任何场合 都可以呢 很好的呀 啊 用起来 解决我们 面临的 一切问题 啊 当然 我们现在 和佛菩萨 相比 差得很远 啊 差得很远 啊 但是呢 我们 根据佛菩萨 啊 实践的原理 啊 我们呢 同样 把这五度 啊 结合起来 啊 根据我们 现在可以 用用的 这个 现状 啊 去运用起来 学习起来 慢慢的提高 逐渐呀 达到佛菩萨的高度 啊 大家呢 了解了 这个 一根事件五原则 和一根事件五步法 啊 这个核心 啊 那么 今后的七天 以及将来啊 啊 我们这一辈子 啊 大家呢 回到自己的道场 或者回到自己的家庭 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 啊 或者在我们自己将来啊 啊 各自的环境里边 都要把我们一根事件五原则和五步法 作为一个核心 啊 灵活的呀 用用 我们下边会给介绍的各种 总结出来的模式 啊 用好 用活 啊 根据实际情况呢 还可以 继续创造 总结 新的呀 啊 方式 新的模式 那解决大家的问题 啊 那么前面这五原则和五步法 是我们 啊 地上七一根事件的核心 机制 模型 啊 下面呢 会介绍给大家 很多 啊 技巧 方法 啊 这些呢 啊 大家可以改变 可以选用 继承 也可以创新 啊 那个呢 就好办了 啊 技巧也很重要 啊 光有原则 没有技巧 我们这些原则 用不出来 发不出去 啊 用不活 啊 有了原则了 把这个技巧 指导我们呀 创造出 设立出 种种的技巧 啊 我们就能把这个原则 用活 用好 把事情处理 处理妥当 我们一公实践七 啊 就是 没有是佛法 现代化 一个关键 啊 因为我们呀 将 将来啊 我们要建立 两张大网 一个呢 就是修行的网 学习的网 一个呢 是实践的网 啊 修行的网 就是我们呀 啊 各种打气呀 共修呀 啊 学习佛理呀 登记功课呀 啊 种种的模型 啊 这个要靠我们的同修们 发心 根据实际情况 根据众生的需要 我们建立起来 啊 现在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了 做得很好 啊 修行 就像我们前面 第一个原则说的啊 就是 回国本性 是真空方面的用用 啊 那么 实践这个网 要建立起来 就靠我们一公实践七的培训 啊 让大家呀 掌握 做一公的这些原则方法 然后在道场里边实践 再结合我们具体的 回去以后的实际情况 啊 同样用这套办法去解决 去处理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啊 靠大家的努力 用我们共同的原则啊 改造社会中种种的问题 种种的细节 啊 改造这个微观世界 我们呀 把每一个细节 都改造完了 凝聚成一个大网 它里边的核心 就是我们的佛法 就是我们的六波曲 那么这个世界呀 天然就安宁和谐了 啊 这个呀 要有共同的培训 共同的意识 这个就要落实到我们一共事件 七 啊 后面呢 啊 就七天啊 啊 大家就要把我们 啊 今天学到的这些内容 预备会的内容 掌握 掌握 又好 啊 在后面七天里边去实践 今后呀 要长期实践 长期应用 慢慢我们自己 就具备了 啊 像佛菩萨那样的 操作能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